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一样就是排三次的领培 在哪里面是百分之一出的 就是排三次的消耗 最老道德的下去 有一个选择的奖度 雨后是排三次的 其过一点的制补 直» 区别自己不觉得 你唱醇体的钱 有一个选择的钱 想说他宁愿 下宁愿 在哪里面是排三次的 天山西地的 大梁 在哪里面是排三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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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21点 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将来自你所须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 纵然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疾病 吃的 穿的 痒痒都齐全 没有什么缺的 然后人和非人 其他的什么违缘都是没有的 可是我们的寿命是刹那性的 无常的 而身体也是就像借用品一样 暂时的一种物质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以后才学 我以后才好好地修行 千万不能这样的 什么时候你想出家呢 立即要出家 什么时候想学法呢 立即要学法 并不能一直拖下去 如果你一拖再拖 最后这种修行的机会被风吹走了 没有了 所以非常可惜 因此我们有了这样的出离心 菩提心的时候 就是当下发觉心 一定要认真去求学 可是我们在人间当中的寿命 并不是非常稳固的东西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说了 所谓的生命就像是过山的水一样 过山的泡泡水一样 一刹那都是不停止的 一种东西 然后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也可以 不管是看别人也好 看自己也好 所谓的名 它是一种一瞬间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坐车的时候 可能有感觉到 前一刹那就是活在人间 后一刹那就是离开人间的 是什么也好 唱着一刹那就是 我相信什么也好 唱着一刹那是什么 这一刹那是有很谈的就是 我相信 这一刹那有的事 对我说这就是这大人的奸行 最后就 zd це击事啊 除了这一刹那就是 就算到最初谓的它是长期这一刹那些 军门那是个人的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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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一个是宿命方面来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理由 我们宿命永远都很常存在的 没有起活性的呢 实际上是没有的 宿命肯定是 不要认为它是常有的 它肯定是一种起活性的东西 没有什么可靠的 时时刻刻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无常观 那么你的修行自然而然会好的 你对世间的任何一个比较兴盛 圆满 美好的一些事情 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就像是有患单病的人看到一些有利的食物一样 就是会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借用品 就是善文当中主要是用这个借用品 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所谓的四肢阎罗菌 什么时候带走的 这个我们任何人也是没有把握的 因此现在世间当中天天都是忙忙碌碌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暂断着这个人身 你天天忙忙碌碌是有没有为了修行而忙忙碌碌 我觉得是没有的 很多人是没有的 如果你真的为了修行而忙忙碌碌的话 那你再忙 再怎么样也是值得的 为众生的利益和为自己的解脱 如果你忙着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不能对我过来 明天是不过去的 我那已经是没了 是没了 对規格工作的 是那一年 最שוב的 有一个程度 跟陆你 收拾一下 都是 怎么离 是 和彻底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前面讲的没有获得人生的过患 分两个方面来宣讲 首先 如果我们来世没有得到人生的话 那不能行持善法 非常遗憾讲这个道理 凭我此心所难复难得人生 若不得人生图恶发善行 他这里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些凡夫人所作所为 用我们的行为来推测 以后非常困难获得人生的 假设我没有得到人生 必定是堕入恶趣 堕入恶趣的时候 有没有行持善法的机会 决定是不会有的 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考虑 但有些人可能在前半生 行持一些恶法比较严重 但是现在已经流转过来了 现在重新有一个转折点 人生的转折点 然后现在就是行持善法 如果这样 我觉得来时肯定有解脱的机会 即使没有解脱 那就不会都入恶趣当中 如果你没有这样 现在有些人的行为 就是每天都是杀僧 歇音 说妄语 吃海鲜 一直就没完没了的 凡是每天起来 就是心里面也产生恶念的 从来都是不行持善法的 如果这样 以现在的这种行为 那么不用说三解脱 就是神闻 愿者 菩萨 或者说我们佛果 这样的三解脱 根本不用说了 就是连一个善去人身的身份 根本没有把握了 没有保障 如果是这样 没有获得人身的话 那一定会堕入在三恶趣当中 下一个人 也要做的 好不好 下个人 只能有同一位 每天都会適合 一位 再要做一位家人的经典 精神的んで往下流 就是舍了 真心的 底属好 下雨 这个问题は 太陽 violation 是真心这是学生的 这样子 封心的 怎样一样 明天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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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非常清楚 所有的身份 六道里面的众生 所有的身份当中 我们人道的身份最好不过得了 以前《智帝子书》当中也是讲的 我们三菩提的根本 现在的人身 不管是修道也好 度众生也好 人身是最殊胜的 而除了人身以外的 不管是天人也好 飞天也好 或者是什么叶叉 龙雷等这些众生 根本不能看为真正的解脱道 所以 因此我们每一个 现在转生到人间的时候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这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大家有时候在空无一人的时候 可以闭目思维 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也是 我们这次没有 转生到一些旁生当中去 也没有转生到一些 遍秘的地方去 很荣幸又听到了佛的名号 而且归于佛门以后 我想我们大家 如果不珍惜这个时光 以后千百万劫当中 也是不好得到的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人身 而扭转到善恶趣当中 那就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没有什么可想的 行持善法根本就是顺不上的 谢谢你 我给你们看 你不碍杂冻 我叫你 我说过一句话 是什么东西 我说啥 是什么话 你把我寻找叠续 我觉得我现在的时候 我现在就算 说 我现在就算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这里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具有行持善法的缘分 那么行持善法的缘分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如理如实地精进行持 那这样下场肯定是善恶趣 善恶趣里面有痛苦 有愚痴 那那个时候我就怎么办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非常可怜了 因为我们现在很难以得到的 相当难得的人生也得到了 特别难以遇到的善知识和一些正法 也已经遇到的 尤其是转生到佛教圣地的中途 这样的方方面面的因缘 都全部已经具足了 如果我们这么好的因缘具足 条件深缘具足的时候 没有行持善法 没有行持善法 自己经常放逸 经常散乱 懈怠 一直把人生的这种 特别珍贵的即时念 就这样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 那么以后 我有没有解脱的机会呢 非常困难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 转生到地狱里面 旁生里面 那样的时候 行持善法的机会有没有 地狱当中 以前上师也不是讲过 很多窍诀书里面也是有的 一般来讲 那个时候的众生 非常地痛苦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 连刹那这种忆念的机会 都是没有的 在这种痛苦和嘘磨下 有没有修行的机会呢 就决定是没有的 所以就像我们昨天 约乘论师的教证一样 现在自由自在的时候 一定要想尽设法 保护自己 这一点 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不要放弃 对你个人来讲 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如果你再下去 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自己因缘聚合的时候 对这个佛法应该是对自己 有帮助 有利益的一些佛法 最好不要退 开始的时候算是比较寂静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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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退下去了 这样是不太好 的确是非常难得的 尤其是自己身边 有一些善知识 有一些好的道友 最好不要离开 �营 优优优独播剧场——助剧场—— Ges儿 LL dav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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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讲的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人生的话 那就是不得善趣 就是讲这个问题 他这里说 如果我们就是转生到恶趣里面的话 那就根本没有行持善法的机会 反而在恶趣当中积累无边无际的罪业 如此一来 只要堕入善恶趣 尤其是堕入地狱的经历 一一劫从从 解脱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甚至连善趣的 也就是说人间 天间 这样的明前也是听不到 既然你明前都听不到的话 转生到那里行持善法的机会 更不用说了 我们全知无光存在 经常在有关教言当中也是这样讲 不管是信心修习也好 禅定修习 里面都是这样讲 现在一刹那也是不能散乱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 日日夜地行持善法 而我们凡夫人生生世世 造的恶业也如是多 然后现在散乱的也是不得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差别相当大 以后我们也应该跟随高僧大的手续 千万不能堕入善恶趣 一旦堕入善恶趣当中 当然他们行持善法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我们讲开启修行门斐的时候 也是已经讲过 造善业的话 连法心也好 连诸业也好 转胎也好 什么他们都不会 业力如实的深重 而造恶业的话的确是 他不管是生嗔恨心也好 贪心也好 嫉妒心也好 什么这种最严重的 性的恶业全部具足 然后什么邪淫 偷盗等等 全部像我们人间的老鼠等等 很多也具足的 所以我们真的转生到那里的时候 特别的可怕 所以我们身边的一些旁生 不管在哪个地方的旁生 看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造的恶业的话 什么都可以圆满 然后行持的善法 根本没办法成功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也要有事吗 特别不见 wz 和有顽业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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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讲人生难得的依据 通过教证和理证两方面来讲 那么教证来讲的时候 这个比喻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的 因为我们如果有人想 到底这样的人生难得有什么样的教理呢 这就是我们大吃大白的佛陀 在《加阿含经》 还有一些《花丛经》等等 有很多的大乘经典当中 已经宣说了人生确实非常难得 人生难得通过比喻来宣说的 整个三千大千世间 变成一大亡羊 然后在亡羊的地下 有双母十名的盲鬼 盲鬼就是一百年当中 它出来一只海面 而海的上面 海面上具有一个小空蟹的木鹅 木鹅被东边和西边的风可以吹去 没有固定的位置 但是木鹅的这种空蟹 然后盲鬼的这种境 有时候有恶案的机会 也有遇到的时候 当然我们这个 是一种假设句也可以说 或者从一名的角度来讲 他们永远也不会相遇 有没有这种理由 谁也取不出理由 因为世间上 他没有一个真实的理据 这是相适因 既然说他是一种不定 也有可能遇到 那么人生比这个还要难得 有一点好 播放的 这是一种不好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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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 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 以前《功德藏》的讲义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人生是那么多 不可能这样 人那么多 其实我们从旁生 或者地狱的众生 或者饿鬼的众生 相比较起来的话 人生的确是不妥的 就像是一个蚂蚁窝里面 或者是一个湖泊里面的众生 一个舍利里面的旁生 相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一大城市里面的算几百万人 算什么 根本不算什么了 尤其是行持善法的人 非常的难得 所以佛经里面的一些比喻 主要是行持佛法的 具有珍宝人身的角度而言 如果这样的话 那的确是 几百万人当中真正日日夜 行持善法 向往解脱的人有多少 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有没有 我们自己也是可以顾及 所以佛陀说 真正的 修行善法的 了知今生来世的人生 是相当难得的 每一个人有这种想法 人生的确是很难得的 既然得到这个人生 我就不能顺便控好 不能放业 一定要精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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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